大家好 歡迎繼續回到《望向編輯部》節目時段 今節相當有爭議性 不過不要緊 有爭議性的 我們不會秘而不談的 大家一起拿出來越談 真理就應該會越變越明 今天就是2020年11月3號 星期二的早上時間 今節繼續有許樓山 還有小白熊社長 貝窩侯 Raymond Wong 大家好 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馬來勁 各位網友好 記得按讚我們的影片 留下留言 最重要的是訂閱《望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 正向浪費冷氣三個YouTube Channel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點贊 剛才突然想起的事情就想笑 因為經常寫張都問我們為什麼不可以擺QR Code 有一次 這個真的是我講的 我說有人將自己的QR Code 刷在自己附近 實際上讓人嘟到 其實這樣擺 我覺得都挺難嘟到的 因為你會透過畫面 還有那個PIZZA這麼大的QR Code 放在你身後 那個對焦的方面一定會差了一點 所以後來就變了四角 後來就變了四角 其實是一個很深的提醒來的 我昨天在一間店舖買東西的時候 他真的有一個位置 那個QR Code 真的是整個PIZZA這麼大 不過我就蠢 掛著買東西的時候 我忘記了拍下它 我剛才想放在社群裡說 真的有PIZZA這麼大的QR Code 再拍過吧 再拍過吧 因為開車去買都要15分鐘 懶得開過去了 因為他說 為什麼有PIZZA這麼大的QR Code呢 他預計你排隊的時候 你都會把手機放進去 你會立即排隊 都可以立即登記做會員 因為一定要登記做會員才可以做結帳 那我就覺得麻煩 我當然很生氣 不是很生氣的 我覺得很不耐煩 然後有人在一邊按一按一按 忘記回頭拍 給人錢的時候 馬上走了 那我就不要緊 我不是笑些什麼人 QR Code這麼大 PIZZA這麼大的QR Code 其實也不是的 那些店舖也是這樣做 是不是 沒事的 他只是想你嘟 他只是想你給錢 都不是買這個意思 那好吧 回來整體 那些網友就說 我為什麼來看來這麼久 好了 就著 剛剛說 大喇叭 陳紅秀 秀姑 我們給時間去走 他們都要回家 那時候聽到很煩很煩很煩的秀姑 之前有七個人 八個人一起被控暴動罪 後來被判無罪釋放 當時他們相當開心 我聽到一個竟然他們說 這幫黃友暴動人 他們最喜歡搞大三把 是 是 從來我無事公公 他逼你罷工 那竟然有一個 一無罪釋放之後 哇 很開心啊 我明天可以上班了 咦 你不是想說要罷工的嗎 你不是要攬炒的嗎 你突然說 我最開心的是可以上班 你現在都知道 原來要拼經濟的了 你要吃飯的了 那因為其中有一個被控暴動罪的 有仔 就是女仔 那她好像是小學的助理教師 我多怕你說小學生 不是 不是 小學的助理的老師 後來被知道了 控告暴動罪之後 這個憑基 可能當中有點漏 整件事 這裏就 多多包涵 我講的 就不要寫了 寫了 寫了一張背鍋 又做背鍋盒 他說 因為被學校知道了 他被檢控暴動罪這些 後來其實都兜了他有的 就說 哎呀本來我都很想作异精裁的 還是怎樣 又說我想教學生 還是怎樣 懂得良知 分辨黑白 哇 真是天意 真是收拾了 真是收拾了學生 幸好已經告了他 糟糕了 那這些不用 這些就是 為什麼說這些 本身都是公開資料 根本就不需要刻意申請他公開 如果你說教書或者助理教書先生 他涉嫌暴動被人抓了 這些根本是新聞一定會報 而且涉事的學校是一定會處理的 因為警方會問你 你做什麼的 當然他不是這麼沒禮貌 不是這麼客氣很多 你做哪一行的 你工作方面是怎樣的 其實都會有考慮到 還有那個人 他自己 老師其實是很難請假的 很難請假的 如果你去這些 這個叫做什麼 那個 剛才說的那個女孩子 她被控暴動 她很多時候 經常要上去警署報道 又要上庭 那你就經常請假 一定穿暴 她不可能不說出來 是 所以 有些事情就是說 你不要為了某些人的掌聲 就要破壞社會的規矩 其實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有些人的掌聲 其實你拿來都沒有用的 現在是 我自己操錢的看法 都不知道你是不是就是阿sir 來的 不是說我是什麼sir 基本上阿sir 不可以經常請假的 你都不知道 還有請假的 要找人做替耕 等等 假如你是補習社的 或者可能你是私人的 你去找替耕 很麻煩的 都不是亂請 好啦 跟著這一宗之後 引起很多評擊 又在罵官 看到網上 哇 相當之厲害 明白的 大家當時記得831當日 不是太子 當時有BBQ 又燒整個修盾 修盾已經不是再修盾球場 已經被拔了些東西出來燒 燒烤場 燒烤場 社長都說燒這些膠 當時很臭 他們就說 覺得這樣 法官 法庭那邊這樣判 就不合理 在罵罵罵罵罵 什麼都罵得出 十八代 什麼生殖器 又這樣那樣 貓貓狗狗 對 貓貓狗狗 蛇貓雞 什麼都出齊了 嘩 所以 我都不能夠去形容 好啦 大家都知道 剛剛有這個叫做 香港法律州的開幕的時候 林鄭月娥對你支持 嘩 她就劈頭 第一句 有些媒體都說的 國安法推行及時 不能夠容忍司法人員 就受到不合理的攻擊 嘩 這句說得非常之對 一說這句 就馬上想起 大喇叭 這件事 不如我講一下林鄭月娥的支持事 怎麼說 這篇稿我都捨得挺好的 她就說 香港自從去年的社會動盪 削弱了很多人對法治的意識 突顯了香港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的不足 全國人大透過基本法的附件三 實施了這個叫做港區國安法 她覺得是及時和相當之重要的 亦都令到香港回復相對的穩定 雖然之後面對來自不同外國的政客 和政府無理的攻擊 但是她和特區政府會繼續 無據無慮 就不會憂慮這麼多 來繼續推行國安法的 其實都不用怎麼推的了 這個法律在這裏 大家自己了解了 聲聲鼎鼎就可以了 跟著林鄭月娥也說 近日有司法人員受到不合理的攻擊 她都說是不能夠容忍的 律政司如果大家有留意新聞都知道 上個星期其實已經申請了臨時的禁制令 禁止起底司法人員和他們的家人 都相當精彩 我看到這樣的話 都算是為司法人員那邊說一句公道說話 聽完林鄭月娥這樣說之後 我立即頑固一下四周究竟有些什麼人在吵 我看到立法會議員也在吵一份 我覺得有點誇張了一些 例如誰呢 我看到周浩鼎也出來罵一份 她怎麼罵啊 說來聽聽 我有點興趣她知道 我沒有留意到 她算不算罵呢 她算不算罵呢 她算是一種批評的 因為我們大家都知道 林鄭月娥當然覺得 建設力量 是不是應該大家齊心合力 去搞好社會去呢 當然林鄭月娥 就不會理會那麼多這些外面的什麼團體 有些Line Banner 什麼遊行 去到哪裡 遞信那些 這些呢 你問我吧 如果我是以林鄭月娥的角度來看 就不足為懼的 反而建制在立法會 還要是立法會議員 她這樣去說 我就覺得有一點而令到林鄭月娥的施政 或者做起事情上去就有點難搞了 那周浩鼎怎麼說呢 她就說 法庭在交替這些控罪的可能的時候 可能會出現一些錯誤的 希望律政司盡快研究提出上訴 把律政司的備做事 你這麼久還沒出來呢 再繼續說 也說判詞顯示了 法庭至少在交替控罪方面處理上 就可能出現錯誤 其實你看完這個判詞了嗎 它可能有的 我們都要給一個公正的裁決 給這個周浩鼎 有可能有的 你不可以排除它沒有看過的 你不可以排除它 可能有看過的 是 現在我們公道一點這樣說 但是它說如果有問題 如果你作為一個 你不可以說出來哪一段 律師資格有問題 是 你就要把那個有根據的東西 說出來是哪一道是不對 你就不要這麼空泛的說 是嗎 因為周浩鼎你有律師資格的 是嗎 那你這些 究竟你在哪一道說有問題 你可以拿出來說 是嗎 其實那個判詞裡面有說 為什麼不相信警察作供 因為某一位警員的作供 審官是有解釋到的 就是說 因為他改了他的口供 另外一個就是 如果我也是憑幾個講 另外一個就是他講 有些資料是沒有搭齊的 譬如舉個例子 視頻只有幾秒鐘 只有七秒 那你只有七秒 是不是真的可以證實 那個人在暴動呢 那當然有些人 拿回審官17年的判決出來 但是17年呢 其實當時呢 現在我們當然拿不回 那時候有什麼證據 看到了 但是當然你要明白就是 審官可能他看到一些東西 這宗案他看不到 就是這宗案的資料 就沒有17年的時候那麼齊 17年的時候呢 審官就被 已經被那些皇友 罵他是狗官啊 什麼什麼的 那這次呢 就是2020年呢 就是倒轉 倒轉 總之每一次呢 都是有一幫人呢 就是不相信這個 法官的判決的 其實就是 是 那有些人就說 他今天的我打到再 今天的審官打到再 審官 但是兩宗案不同 你不可以說 哈哈 還有你看到的事情 可能都不同的 可能他們 哦他們走 那次你說要逃跑 這次你們說 這次你們說 不是 是否太害怕 是否有這樣的可能 可能他看不到 他之前在做什麼呢 原來他之前 要看得到 可能他之前在 所謂的前線 在那裡 到警察來追捕的時候 然後就掉頭走了 你起碼要多一些 那個資料 他才有足夠 那個資料去參考 去斷定 究竟是還是不是 如果 他都斷定不了的話 那當然是判他 說要無照釋放的 其實是這個意思 那個概念就是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就是 這個就是 你一定要證明到 他是有罪才可以 就是那個證據 要證明到 要夠了才可以證明到 他有罪 在這宗案子上面 我認為法官就覺得 辯方講的論述 是比較可信一些 為什麼會這樣 其實很坦白說 這些事情經常都有 就是法庭你認為 有些人不應該脫罪 他都脫到罪 有些人不應該有罪 他都入罪 其實這些都有 因為有時候你根本看不到 你從 舉個例子 昨天我們做了一節 講這個 港女十大酷刑 就是說 其實我當時 我的感覺就是 那個女人 就判得重了 就是那個 港女就被判了三年半 感覺上很重 是不是 但是其實實際上 我看一些資料 其實 法官是 感受到那個女證人 是不誠實的 是不可信的 那你這些事情 你不在法庭裡面 你看不到 那個人的動作 各方面 哪一個人是比較可信 你要在庭裡面看 你才會知道的 是不是 甚至是聽到 就是 例如他回答某些事情的時候 會猶豫 或者他會迴避了 控方律師的一些提問 或者你這樣 你會聽得到 這樣才會最全面 這些是看報道是看不到的 是 所以如果你說純粹拿個報道 就說官偏頗 我覺得 你 你 都不是很公道 講這些事情的人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因為 因為法官其實他們 你說偏幫 網友的 現在有些媒體說的 不單止 其實我認為有些媒體是過了界的 是不應該這樣說的 但是他還是要這樣說的 你說是偏幫呢 其實 如果是偏幫的 那律政司應該上訴 是吧 是 但是有些情況下 我們也都在側面看到了 就是 律政司的資料都是答不齊的 那當然有些人就跳出來說 就說 有內鬼 哇 這個太誇張了 這個真的是 真的 如果沒有聽 就是昨天那次 正向分析《非得瞞無》 就是 洞房他就找了一個學者 就說這個律政司 有人做錯事 就是等於有內鬼 就是他懷疑有內鬼 但是其實有一件事情 就是 你現在那個案件的量 是這麼多的時候 出錯啊 那些是很 就是我覺得是很正常 反而是 當然 不是很恰當 當然 有機會可能是上到庭的時候 才發覺 就是可能已經是被起訴 要在排期上庭 才發覺 咦 原來當中的證據 有些位是不夠的 或者是怎樣的 但是已經上了庭了 其實是有這樣的機會 有這樣的可能性的 不如我再講一下周浩鼎怎麼說 我們再講一下另一些的例子 好嗎 好好好 不好意思 沒關係 其實我們這次可以輕鬆些 大家一起聊一下 我自己就這樣看 林鄭月娥 她想指出的人 哎呀 會不會是和建制有關呢 希望他們都 可以大家一起合作一些 不要爆到事情 把事情爆到這麼大的 我不是說針對周浩鼎還是怎樣 可能說 哎呀 不是呀 說得好 把官都撿出來 有不妥的 律政司不做 他來做 就是他來指出 不可以這樣 我們要相信香港的司法制度 和律政司 他們的權力 和他們所做的事 那講回周浩鼎怎麼說 他就說 那個錯誤是怎樣呢 就是律政司原本是預備了 以這個非法集結罪作交替控罪 但是法庭就一口拒絕處理了 認為這件法律原則 可能出現的錯誤 都有這樣的可能 他就繼續說 很多公眾也都反映了 對判決的感到失望 擔心判決會令人不以為參與暴動 是不需要負上法律代價 變相鼓勵違法行動 這就是我想說的 這就是我的看法 你應該要告訴別人 要相信法院的判決 和制度應該是怎樣 不是說判決 很多人覺得很失望 有這樣的想法 你們不說 糟了 你們不要這麼生氣 不要這麼生氣 好 我現在叫律政司再看看這件事 判重一點好不好 做法不可以是這樣的 我經常覺得 不可以讓社會有這樣的態度 這樣的想法 其實這樣很危險 現在不是小孩子派堂 他煽動一些烏合之眾出來 令到他們對整個制度失去信心 可不可以這樣說 都可以這樣說 因為我都明白 會有機會令到有些人以為參加暴動是不需要法律代價 是有這樣的可能 但是你的 或者可能一個立法會議員 或者一個建制派 不應該說 我都罵了一份 律政司快點出來說 快點出來再檢視整件案 一定要看到他們究竟 你是不是看漏還是做錯 快點給我抓到他們 下一次 如果下一次上訴失敗 不足夠證據 說他們暴動 那怎麼辦 其實有些奇怪 有些人開始質疑 為什麼他身上有攻擊性武器 都進不了暴動罪 但是這條罪 空罪不是告他藏有攻擊性武器 是啊 兩樣東西來的 空罪是告他暴動 如果你告他藏有攻擊性武器 可能就入了罪了 是 要令他 當時是覺得和那個破壞社會 這些東西是有關才行的 當然整個案 整個法例是怎樣 我們就不再詳述太多了 那我們這次去到尾 我自己就這樣看了 所以說林鄭月娥 是不是都想和這些建制派單聲呢 是吧 不要那麼旁敲即激 叫他們 不要搞到這件事那麼激 我認為是有這種做法 其實它有需要的 因為其實現在香港在做的事情 也是告訴整個西方世界 香港的法治是西式那一套 因為西式那一套 就是很容易會有這些事情發生的 如果是西式 就是普通法的制度下 這些事情根本是經常會發生的 就是告了 然後法官信辯方多一些 很閒的這些 不要覺得一告就一定要告得入 才不是偏幫 我如果覺得 如果你有這樣的想法的話 之後人生都會很不開心 因為我認為這次 就是修例風波實際上 告得入的人呢 不會是多數的 我覺得最多都是一半人 是會重判或者是會得到應得的懲罰 就是我自己的看法是這樣 因為你的手證本來都很困難的了 其實在那個情況下 因為都是亂得很厲害 而且最初那個想法就是 止暴制亂 你令不令到那些人 要負上法律的責任 其實是次要的 因為假設好像 例如 不要說假設 例如好像被私了那些人 他們被人打隱身 他們要去落口供 落口供的時候 阿sir會問他 有哪個人打你 他用哪隻手打你 他打到你哪裏 這些是要記錄到口供那裏的 假設如果被私了那裏 哎呀當時很混亂 我都不記得了那麽多 還是怎麽樣 你都不記得了情況 究竟是怎麽 你就知道人打你 是啊 你找不到那個實際的那個 就是 兇手 你的次序你自己都不知道 你都不知道 誰打你哪裏 誰打你哪裏 這個是很可憐的一件事 所以我們經常都說 其實現在香港政府 第一件要做的事 就是加強監控 有些人是罵我們的 加強監控 就是之前都被他們 都爆了一些CCTV 其實以前裝CCTV 就是沒有想過 那些人會這樣爆的 是 那現在你再去裝回的時候 你當然不會做同一件事 你當然要裝得穩固一點 是啊 和也都沒有那麽容易噴黑 給你 裝高一點 是啊 所以之前那個灣 那個叫什麽 天口到那麽上 那個八婆區議員 那個灣的時候 不知道什麽什麽型 叫做什麽什麽型 那麽的 還很開心 告訴大家 哎呀 拆了那些CCTV 哎呀 多開心 這裏沒有了 這裏又沒有了 有什麽這麽開心 如果那時候有什麽案件犯了之後 就是沒有了這些CCTV 就是令到那個檢控 或者那個舉證那方面 就很困難 其實當事人真的很難記得 這麽清楚 是啊 記不到的 其實警察記不到都是正常 警察記不到都是正常 所以有時候 有個法官之前 警察答不齊證據 那些 其實我覺得 喂 答不齊也很正常 那麽亂 是 所以現在 現在是補短板的時候 你有時 你現在 那個焦點應該放在補短板 譬如 就是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喂 你哪裏 喂 有些地方沒有CCTV的 現在馬上裝 還有一定要大規模的裝 越裝越多 就是你個個都 譬如一個被人 一個CCTV被人破壞的時候 你另外一個CCTV是認得到的 是認得到哪些人破壞過CCTV的 那你起碼都可以捉了破壞那些人 是吧 其實現在是要加強那個鑑熔 其實特區政府是做到的 之前在旺角區區議會的時候 他們那班 就是黑暴區議員 他們出來說 我反對CCTV不撥款 反對無效 政府就照做 沒有所謂的 其實現在已經是政府 已經是不會理他們的 政府已經在做該做的事情 那其實是不是 我覺得建制派 是不是應該支持政府 做一些補救的工作呢 其實這次 就是這個修例風波 是突顯到香港是有很多短板 是要補齊的 或者可能因為那個時勢 和有這樣的情況出現了的時候 就要補短板 那個短板可能未必之前都不覺得 會掉下去的 糟了現在會掉 那就補回去 是啊 現在補回它 其實之後 其實你怎麼說 那個焦點放在追究責任那裡 其實是沒有意思的 是 那個焦點應該是放在防止 之後有同類型的事件發生的 那你說 國安法已經搞定了 已經可以了 但是現實就是 大家都知道 你不可以用國安法這把牛 去刮那些小雞 是做不到的 其實是 現實是 是 剛才補回了 那個八婆 就是楊雪瑩 原來更嚴重 現在做了灣仔區的區議會主席 大坑區區議員 哎呀 真是該會了 哎呀 沒得救 有機會再分享 有些 因為這節都去到25分鐘 不要緊 當少少彩蛋分享 其實很久之前 少年A在有一宗案件 也是一樣的 其實 大家都知道 說那裡是一宗兇殺案 兇殺案 一個很短的時間裏 有一個人 要同時間 把兩個人 變成一件件 其實你都知道 這麼短的時間之內 一個人是沒有可能做到 一定要兩個人的 但是呢 第二個兇手 他有不在場 應該可以說叫做 找不到他有在場的證據 但是其實你都明白 他基本上是一定 但是為什麼 你證明不到 他在這個涉事的單位裡面 他說他自己出去了 當時不在家裡 就是不是一個案發現場 出去了很久 那麼法庭也都找不到 他說他自己在外面的時候 也都找不到這些證據 又證實不到他在這個單位裡面 但是 正常來說 他要參與這件 幫忙 斬件 斬大塊叉燒 才行 但是你真的 找不到證據 證明他在房子裡 到最後就放了他 你沒有證據就是這樣 你找不到證據就是要的 當時其實 在庭上 很多人都知道 他是大話西遊的 就是說自己去了哪裡 他欺負你 拿不到 就算警方是搜證 都找不到當時的位置 的CCTV也好 還是怎樣也好 找不到 隔了太久 就任他 就當是秘笈 他說沒有辦法 所以就是 舉證 舉不到的 就算你看著他逍遙法外 都是沒有辦法的 這個就是 沒有搞錯 你只是鼓勵他們犯法 鼓勵他們走避法律 不是 法治的精神就是這樣 一定要有證據在這裡 你拿不到就是拿不到 對嗎 是啊 這個很重要 還有每一宗案都不同 你說這宗跟這宗 那宗 為什麼他入罪 另外一個人不入罪 其實法律就是這麼奇怪 我記得黃玉郎 現在不要緊要講長一點 記得黃玉郎 他那時候被人告 都是憑記憶的 一條罪就叫串謀行騙 串謀鵝片 串謀鵝片 另外一條就是做假象 其實在黃玉郎的眼中 兩條罪都是類似的 性質 但是當然他是上訴過一次 那他上訴就打了一條 另外一條打不掉 因為他兩條罪都是判了 他都坐監坐四年的 那結果就當然沒有好處 就是你打掉了一條 打不掉一條 你同期執行的話 都是坐四年的 其實就是有這些 裡面法律裡面的東西 那些律師懂得搞 其實一般人看 根本就不懂得搞的 現實就是這樣 就是說 什麼普通法 普通法其實就是 這個名堂都是很騙人的 普通法其實就不是普通人搞的 其實就是普通人就盡量 就是守法 然後就不要惹到官非 就是普通法的真正精神 還有你找 有什麼不明白就是找律師搞 就不要自己搞 你自己看 以為看了條文是可以的 其實實際上是不行的 很多時候 是 不是這麼多的芒果佬 我就是法庭的自辯 是嗎 是啊 是啊 我們每個人都以為 這個可以自辯 不行的 不行的 不如這樣吧 我們這次先講到這裡 記住大家留言 都呼籲大家 冷靜冷靜 大家要明白這件事了 這次先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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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